各位,PS5国行发布在即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也来对价格 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有没有后门 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期节目啊 是重新录制的版本 可能之前的版本有些人看到了 有些人没看全 为什么要重录呢 原因就在于我又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因为啊 我之前认为PS5没有备份功能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PS5上找了半天 没找着 所以我就以为没有备份功能 以此为出发点呢 当然就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 经由大家提醒之后啊 我发现PS5是具有备份功能的 那么有了备份功能 一切变得都不太一样了 所以咱们就重新来聊聊 我对于PS5国行的一些判断 那么对于国行 大家比较关心的当然是两个点 第一个是价格 第二个是有没有后门 对吧 价格方面呢 其实不算太难猜测 虽然之前关于PS5的价格 我也是犯了一个错 就是什么呢 我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曼德拉效应 就我的记忆发生了偏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PS5 我一直记得PS5的光盘版 光区版本的售价是599 和Series X是一样的 599美刀 结果后来 我那天前两天 我在群里还跟人 还说国行什么价 我还说 599美刀怎么可能卖这么便宜呢 他说少红真是599吗 你再去看一下啊 他说我一查 原来PS5的光区版的售价是499美刀 无光区版 就是数字版的售价是399美刀 Series X的售价也是499美刀 我怎么一直就把它记成599美刀了 而且内心坚定不移的觉得 一直就觉得是599 所以你看 这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曼德拉效应啊 究其原因 大概是因为Series X呢 是我朋友帮我抢的 我也就没有特别关注价格 然后PS5又是加价买的 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 使得我把价格给记错了 那么既然现在价格一个是499 一个是399 那么其实都有对应的主机的 同定价主机的国行版本 所以PS5国行的售价 大约是不难猜的啊 499的也就是光区版本呢 对应的正好是Xbox One X 也就是天蝎的价格 当初天蝎国行的定价是3999 那么考虑到现在汇率 以及这个增值税 现在好像下调了几个点 所以我估计啊 这个光区版的售价 国行应该在3699左右啊 但上下肯定有 就3999也不奇怪 甚至再往下探一点 然后3499也不奇怪 是吧 这个呢 反正就大概是落在这么一个价格的区间 那么数字版呢 399就对应的是PS4 Pro的价格嘛 PS4 Pro的官方售价是2999人民币 那么同样呢 可能就维持在2999 可能下滩到2699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不管怎么说 肯定比现在加了价的港版要便宜啊 便宜 比其他任何版本都要便宜 就加了价 因为其他版本 其实官方价也不是那么高啊 被各种奸商炒作啊 加了价格等等 当然定价是以后 你能不能用原价买到 或者说你能不能买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毕竟现在芯片的产能啊 各方面也受限 所以你能不能买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总有人能买到 对吧 可是这个东西能不能买到 跟出货量有关 也跟市场需求有关 那么市场需求 一方面是价格 另一方面是游戏阵容 还有一点 可能国行的用户很看重的 就是有没有后门的存在 因为现在PS5 当然它PS5 这个正常光学版 你玩光盘 我估计国行的PS5 肯定是按照老套路嘛 就是所扶不所趋 正常海外版的光盘 肯定是可以玩的 但是通过 就是正常的国行版的系统 是不能访问外服的 如果留有后门 就可以访问外服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PS5 首先有大量的数字的 DLC什么东西你需要去购买 对吧 不能访问外服 你就没法玩 第二个呢 联机 你肯定也是要外服的东西去联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微软方面已经在大力的推行 这个XGP 这是微软机器的一个重要的卖点 那么索尼呢 现在在订阅制和传统的买断制中间 还在犹豫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PSNow 在欧美服务也已经开始转向订阅制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后门对我们玩家来说 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不是一个关起门来 就可以自己玩玩光盘 也不用联网 也不用怎么着的年代了 后门对我们 或者说访问外服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PS5会不会有后门呢 我觉得现在我的判断 国航是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备份这个功能的存在 就还是可以 起码可以通过备份大法来实现 当然备份你可以去做 加各种限制 想要没有备份功能 或者说想要在备份上做限制 并不困难 在技术上并不困难 但是有备份这个功能呢 就和之前是走一个路数 大家记得吗 以前PS4曾有一段时间 国航的PS4和国航的天蝎 都给出了后门解锁的方法 天蝎是用U盘解锁 PS4呢 有一套组合案件 就可以在注册的时候 注册外服的账号 对吧 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啊 经过各种事情之后 这个是 这个这两个后门都被取消到了 我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聊过这个话题 对吧 可是天蝎因为是用光盘解锁 它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一个后门 所以被封了之后呢 后来就没办法 除非是你在激活的时候 就直接用那个 不是光盘啊 U盘 直接用U盘激活到外服 然后不切回国服来 这还可以 切回来就切不出去 那PS4取消掉了案件组合的 这个后门之后 因为有备份的存在 所以其实你一直还是可以备份港服的 当然比直接案件组合麻烦一点 但也没有麻烦到哪里去 找朋友帮忙 或者淘宝啊 什么的 都有人干这个事 所以也没有那么困难 我觉得有没有备份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有备份功能 表示这是我主机自带的一个功能 只不过被人这个 不小心被人利用了 说你要我解决 我未必解决了 或者你故意拖着不解决 跟你专门设置了一套后门 这个是在说法上是有不同的 虽然实际上 大家也清楚是这么回事 对吧 它讲起来是不一样 我天生就这样啊 这我全球玩家都有这功能 这机器坏了怎么办 我得有个备份功能啊 你不能说把我备份功能给取消掉吧 这你看还说得通 跟你专门有一套组合 或者插个U盘 然后弄一文件就解锁 有区别 对吧 这个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所以既然PS5本身仍有这个备份功能的存在 那我觉得基本上没跑啊 这个PS5的国行 起码应该可以通过备份大法去解决吧 除非是刻意去加限制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 没有理由刻意去加限制 只是黑不提白不提 大家找到了这个备份大法能用之后呢 反正大家也不说这个事 对吧 应该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估计最后是这个问题 所以因为有这个备份功能的存在 所以后门大概率能解决 能够通过备份大法访问外服的时候 PS5的国行就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如果呢 又有国行的保障 是吧 价格各方面 当然它也有不稳定性 就是你万一就算是有这个备份的功能存在 可以备份外服 但其实加一个识别很简单 就是备份的时候识别一下你这个系统 不属于你的 跟你的机器的版本号 不对应 就不允许你恢复 这也不难 所以会不会如果说出来之后 有这个功能 然后又有举报 又有其他的事情 一阵风雨掀起 又把这功能给去掉 现在谁也不敢说这个事 一定不会发生 对吧 所以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这个是咱们也不能否认的 但根据以往经验是 就是起码你备份出去的时候 就备份回来了之后 你不重新弄 应该都是可以一直用 就像这个翻走 所以PS我估计是 国行大概率是有办法来通过后门 或者通过备份大法来访问的 所以它的购买价值 我认为是比较高的 那么初期的供货量应该不会太大 所以其实也还面临着一个 类似于这个 其他地区版本的 这么一个可能被奸商炒作的问题 这个呢 就得看看到时候 有没有相应的措施去做限制了 总之对我们而言 无论是Series X还是PS5 其实从PS4这个时代就很明显了 游戏机对于网络的依存度越来越高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 很多事都解决不了了 那包括像PS5 它的这个CMOS电池 如果没有电了 然后你又不能联网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光盘都不给你玩 这个是好像Digital Foundry 还不是哪个网站爆出来的 当然肯定没有人去做这个实验了 总之游戏机对于网络的依存度越来越高 但这样的情况之下 后门显得非常重要 我估计备份功能有的话 后门应该会有 但是等到发布之后 包括价格具体是怎么着 咱们现在也只能是做一些猜测 等到正式发布之后 相信坊间各种消息都会流传出来 咱们到时候再来看看 买与不买 倒也不迟 反正我已经有港版的机器了 我肯定也不可能再去买一个国航了 就算价格便宜也没必要了 是吧 何必折腾这个事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 咱们话说完了也就不用车轱辘话来回说 该说的说完就是这样 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做功课做的不太足 所以还重新录了一下 这就说明交流的重要性 现在我天天忙着带孩子 这个时间也是相对少一些 这个交流是很重要 就导致一个人我自己看了半天 没找着 也偷懒了 也没去搜一下 觉得没找着应该就是没有 想当然了 也跟各位说声抱歉 那接下来还是广告时间 这个还是我的淘宝店 淘宝店还是就那么点东西吧 不然大家这个去看看 各种收费节目 然后二手配件 中股游戏 以及这个甜点 注意说一下甜点 因为是下单之后手工现做 所以有时候赶不及 是当天发 是只要隔天 如果订单多 再隔两天都是有可能 大家也是算好时间再去买 问我说能不能今天发 能不能怎么着 我也不能保证 这事就是怎么回事 大家也理解 总之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